这个就跟前面讲的一样 你听闻正法以后 你就会生出智慧 但是你又去 并回并 否定这个正法 然后就现种种的 身相 真的是愚痴 自己的人 所以我们这凡夫众生 在学佛修行的人 特别小心 不小心沾上这些恶业因果 那真的就是 有的时候这常劫都在受报 自己都不知道 你看以前我们讲 这个大宝基金发生制药会 灭了菩萨所问经 你看那些菩萨 那些七弟以下的菩萨 整天在一起 聚在一起这些师兄弟 都是菩萨 整天都在那边起颠倒 携带 善意 疑惑 我到底要修下去 我还要不要修下去 我要不要发心 我还是不发心 我这样修会不会成就 还是不会成就 他整天都在那里想这些 已经是菩萨了 那他那里面的师兄弟 有一位超群的菩萨 叫米勒 米勒菩萨就看得这样 不行了 我这些师兄弟这样 我想办法利益他们 就去跟佛陀齐情 佛陀就观察他们的姻缘 跟他们开心 过去生造什么样的恶业 所以今生虽然你已经是菩萨了 你还会有这些夜洗在作用 发不了心 修不了心 怀疑正法 等等 就是好长节在受报应 啊